农历年即将来到花林市农会号召部门员工 以及所属的家政班和辅导的农民 汇集超过了1300斤的新鲜蔬果、米粮和农产加工品 以及现金5万元的捐款 26号的上午赠送给花林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市长卫家贤也出席给予支持 感谢花林市农会抛砖引玉 协助生活困顿的民众 过个好年 寒冬送暖 花林市农会持续十多年 梅河善心善款 协助洛适家庭过好年 今年号召花林市农会员工 所属家政班、产销班、直销站农民 出钱出力 汇集超过1300公斤的新鲜蔬果、米及农产加工品等 还有5万元的捐款 26日上午 捐赠给花林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今年因为家政班妈妈的努力 所以我们今年在捐赠的部分 我们的金额已经提高到5万7千块了 还陆续在增加 我想过去花林市农会关怀社会吞群木林 还有照顾 照顾这社区的老人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虽然东西不多 但我们希望这些东西能够 能够炮砖引玉 能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 能够以来支持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这些虽然物质不多 让我们这些老人能够在今年 这个寒冬能够过一个好年 那未来我们花林市农会 也会持续这样的一个努力 今年本来劝募是比较困难 那今天的这个报纸上也有帮我们披露 所以目前年菜部分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想今天农会已经第六年了 有这样的这些包括我们这个理事长 这样带领下 有一些家政班的捐款 跟这些农民把这些新鲜的蔬果 捐赠给我们老家 那我们刚好透过我们这几天 持续不断再把这个年菜 送到这个偏乡下乡去 那我们会透过 我们将近有十位的工作人员 就去送到我们目前 大概还有大概300户到400户的 这个弱势的个案 送到这些案家去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我们长辈们 还有一些需要关怀的朋友们 都能够在过年的时候过好年 那花林市的部分 花林市在这一次也提供了一个我们的礼券 希望我们每一个好朋友 关怀户的部分都能够 因为这礼券能够感受到过年年级气氛的温暖 那再次要感谢我们的社会的一个朋友们 一起来关心我们周边需要关心的每位朋友 受到疫情影响 社府团体的捐款锐减 加上寒冬一波波 使得农作物栽种及收成不佳 人目的包含有机米 花莲米等近千斤 有机蔬菜 地瓜 金针 香蕉 超过300公斤 以及农产加工品等近百分 花莲市农会表示 企判透过活动抛砖引玉 协助关怀弱势回馈社区 增爱送给独居长者及弱石家庭 让老大人能在寒冷的冬天暖暖腥味 记得长方言 华莲市报导